国产大片《大笑江湖》 赵氏孤儿 让子弹飞和《非诚勿扰2》目前都已经上映了 四部国产大片票房的争夺也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业内人士就预测今年中国电影《贺岁荡》的票房将会有望突破10亿元 四部影片中最先上映的是《大笑江湖》 自12月3号首映以来 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 而12月4号上映的赵氏孤儿则在争议中票房日渐走高 目前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 而票房成绩最为出色的就是让子弹飞 在12月16号的首映日当天 票房就达到3000多万元 观影人数多达76.5万人次 超过去年票房冠军拿凡达上映首日76.3万人次的记录 而上映后不到三天票房就过亿刷新了华语电影《最快过亿记录》 目前让子弹飞的票房已经超过3亿 并有望在本周末突破4亿元 其实它让更多人更看到了电影是什么样的 另外就是在这个电影里 它那种想象力非常丰富 作为贺岁党 让大家看着特别高兴 尤其是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殆劲 面朝大海 背靠青山 于12月22号首映的《非诚勿扰2》上映首日 票房就已经达到3325万元 超越《让子弹飞》的首日票房 观影人数更是超过92万 据夜内人士预测 本周末过后《非诚勿扰2》 有望突破1亿元 保守估计整个贺岁档贡献的票房将达10亿元 这也将使中国电影全年票房有望首次突破100亿元 当然了 贺岁电影市场火爆是一件好事 可是近来也有观众纷纷反映 一些贺岁电影在放映之前大量的插播贴片广告 而有的广告竟然长达40分钟 对此观众表示难以接受 对于部分影片播出前的广告 大多数观众都表示不满 如果多了肯定不能接受了 来看电影不是来看广告的 不愿意看也得看 他看前面你不看他后边不演 五六分钟左右的广告时间应该是我的容忍极限了 夜内人士介绍 电影贴片广告一部分是电影制作公司 直接添加到影片拷贝 一部分是影院自己添加 贴片广告这块蛋糕到底有多大呢 全国最大的一家娱乐产业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预计中国今年的市场规模只本4亿元 早在2004年和2009年 国家广电总局 国家工商总局两次发布通知 规范贴片广告 通知明确要求 贴片广告不得占用电影放映时间 电影院要对放映的影片贴片广告时间予以公告 电影票面上标明的时间需是影片开映的时间 但是现如今当观众在规定的票面时间进入电影院时 看到的不是电影而是冗长的广告 而且广告的长度也并没有观众知道 我们下了五分钟 先放我们的影片广告 然后再放贴片 然后才是正典的电影 现在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但是在一些城市的酒楼 年夜饭基本上已经订满 而价格较往年也有所上涨 在广州某酒家 年夜饭首轮20个厅房和40围台基本订满 绍兴的一些酒店情况也大致